马可福音一章27节下28节 他用权柄吩咐污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这段经文讲到耶稣的权柄 20到22节讲到耶稣教导有权柄 23到28节讲到耶稣赶鬼有权柄 29到31节讲到耶稣一柄有权柄 而这个权柄当耶稣升天前 他也赐给了每个信他的人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在今天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用权柄赶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同样的主耶稣也赐给了我们权柄 可以叫污鬼都听从我们 权柄无鬼的工作并不是只有看得见的鬼妇 他其实透过在人的心思意念里 在工作是更普遍更厉害的手段 根据统计美国有87%的人 承认在过去三个月里浏览过色情网站 甚至基督徒当中也有76%的比例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社情影片 社情网站带给人有多大的影响 魔鬼把电子游戏 自由派的思想 淫乱等等 借着媒体 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人的思想里 造成今天的社会如此的淫乱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借着警醒祷告 默想神的话 保持与神亲近的关系 才能在根本上 不让仇敌有任何一点点的空隙 可以进入我们的思想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胜仇敌